治愈的用途其实是在做比较用的 比如说有很多人都喜欢吃汉堡,治愈我吗? 那很可能就是不喜欢 所以比对的意思就是前面可能是好的,后面就是不好 前面是黑的,后面可能就是白的 它的讲法有S4 什么人或是什么事情,东西 或是as to,或是as regards 基本上都是讲完那个东西之后接一个斗点加证据 接下来以下的这个字语基本上也是做比对用的 只是说它的讲法都是in什么什么to的 它的讲法有in relation to,后面斗点之后接证据 in respect to,斗点接证据 in regard to,斗点接证据 或是in reference to什么东西,斗点接证据 好,根据 我们一般来讲讲话会用到根据都是在做一个细部的说明 可能是一个说明 或是也有可能是有可能是一个等于说矩阵的意思 那譬如说这里 根据上文,你可以说according to the above 斗点之后咧,我们再接一个整句 那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你可以说根据什么什么研究 那可能你在随便,比如说你在瞎扯一个数据 听起来就很像真的了,接整句 那in accordance with,就是根据什么什么东西 好,那上面的都是根据接名词的 那下面都是根据,讲完之后接整句 譬如说你可以说 根据Jimmy常常 呃,喜欢说他18岁这件事来看 好,诸如此类的 你就会说according as 接整句 好,接下来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啊 好,令人失望的事啊 令人高兴的事啊 或令人放心的事 好,这些非背不可 因为基本上你每一个文章 你大概都可以接令人惊讶的事 好,令人失望的事,令人高兴的事 令人放心的事,非常的好套 重点是这一块 好,to ones, astonishment, disappointment, delight or relief 它们通通都是名词台 所以你这一块地方一定要放一个名词的 好,讲完之后也是一样 逗点,然后再接整句 可是请记得哦 这个整句必须是那个令人惊讶的那一件事情 如果你说令人惊讶的事 然后你就要接那件事情是什么 你说令人失望的事 那你马上就要接那件事是什么东西 好,令人高兴的事 你马上要接令人高兴的那件事是什么呢 令人放心的事 你马上要接令人高兴的事是什么 而不能写 而不能写无相关的 好,要不是谁的话 哇,就怎样怎样 它的意思就有点像是什么 它的意思就有点像是多亏了某某人的意思 好,比如说 if it weren't for 某某人 然后你接整句 可是请注意哦 因为呢 if它牵涉到假设与太 假设与太的两边要对称 左边是过去式 那右边也要用过去式 但是它的过去式是对称在 好好先生助动从或是情状助动词上面 当然你的情状助动词出现之后 你配的是原V 譬如说 这里是一个假设与太 if I did it, I would tell you 这就是一个假设与太的对等 好,那要不是的话 你也可以说without某某人 在没有谁的情况下 那就怎样怎样怎样了 那么你也可以说but for 要不是谁的话 然后后面一样是接整句 这个地方都是接一个整句 完整的句子 你也可以说were it not for 要不是谁谁谁的话 可是呢were it not for 它其实是假设与太变过来的句子 怎么说呢? 它本来的句子是if it were 对不起啊 因为假设与太的必动词 were not for you 要不是你的话 那么假设与太的倒装法就是 一把if取掉 二把虫挖出来放在主词的前面 于是我们就产生了这样的句子 所以各位同学 这个句子本来呢 应该是就如你看的 它本来是假设与太的 if it were not for you 而来的 所以你会说were it not for 什么某人 然后你接一个完整的句子 因为这边时间要对等 过去陪 过去 无论如何叫no matter 正向的问句怎么讲 what you do where you go 就等于是名词子句的那种问句 你也可以说wether you do it or not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那就是无论你喜欢与否 或是无论你做这件事情与否 你但是要不要走 对不起 你注意到对不起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